这不是球赛也不是电动竞赛 而是Scratch游戏区竞赛 180位各校好手在时间内要完成程式设计 一组别与队友共同创作 引人路上的故事情节 或者是有趣的游戏流程 虽然这次困难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完成的 素养题考验学生解题 要有想象力及逻辑思考的能力 教育处持续推广Scratch程式竞赛 比赛连扮12年 参赛队伍越来越踊跃 我们基督配竞赛今年进步了第12年 然后每年我参加队友都越来越多 今年是进百队的队友来先打比赛 所以这部分的比赛 其实对学生的运算思维能力的培养 跟团队运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孩子 他们很努力的去把他们平常 在资讯课学习到的一些智能 然后把它发挥出来 那我们有动画组跟游戏组 那我们也会选出金融市的代表 去参加全国赛 那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可以有很好的成绩 学生在学习scratch的时候 他们能够对逻辑的思考是比较清楚的 在相辅相成底下 学生就可以把他之前所要的一些理想 或者是一些想要的画面呈现出来 那学生会觉得很有趣 透过竞赛让学生多元应用运算思维及资讯能力 同时也体会到团队合作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未来都能够带着运算思维的核心素养 应用在其他领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